我们打开这些箱子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宝贝 搞不烂了 打点水洗脸 这个水都上洞了早上 高的冰块 去洗脸 这毛巾上洞了 你看大家看一下 洞成这样了 水开了 到底开水 哇 哎呦 看一下 半 太冰了 好了 哦 洗脸去 先刷个牙 真的 刷牙 刷牙 就去吃饭了 今天我爸爸妈妈就出去拜年了就我在家陪奶了 先刷牙 刷完了现在洗脸 洗完脸我就要去搞饭吃了啊 今天一个人在家 大家好 大家好 就 带你们看一下今天在棱村的一天啊 我爸爸妈妈走了他们去拜年了 明知道回来吗 哦后天回来 我在家陪奶奶两天 因为他一个人在家 我怕他怕 那我去做饭呢 我做点饭给你吃 你吃了没有 是的啊 那我自己去做一点 因为我起床晚一点 所以说他们都吃了 莫达 那你帮我这些年轻点 出去活着的 他这个 这那甜酒是吧 甜酒在哪里 在家一招看一下甜酒 在这里啊 打开看一下 这里真的甜酒啊 哇 看一下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乡的米酒 有谁吃过吗 这个要三天才能蒸熟 这要一点点火就行了 看看甜了没有 有谁认识这个 不吃还没熟呢 等两天 先放点火 我去搞饭吃啊 现在过来热点饭吃 昨天晚上好的生菜 生饭还没吃完 我们就热一点就好了 看看有什么菜 还有这些猪肉啊 鱼啊 豆角啊 这个这个 这个是萝卜干 鱼人特别喜欢吃的 还有梅豆腐 下面还有猪干的这个 就搞点这个肉 放点白菜 放到火 自己一个人吃点火锅 算了 这样子搞点火锅吃就可以了 热点肉吃就好了 我奶奶这帮我洗锅 我自己来搞了 太多烟了 要让那个吹火的吹一下 来 妈那个我那个吹火的 你的你的 嗯 这个是专门吹火的 吹一下就大火了 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好玩不 先把肉放进去 今天吃肉 肉放进去了 然后猪干还有这个 萝卜干 现在我们要去拿点白菜 放进来煮一下就好吃了 现在去摘白菜走 我论白菜就是 在这边种的有天然的 这边就是养猪的地方 养猪养牛的 但是现在没养了 现在只养鸡了 等下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白菜种在这里 这是我爸的摩托车 有时候骑摩托车方便一点 看一下 献丛的白菜 到这里摘就好了 山上还有很多 这里是近点 我就在这里摘了 这个门怎么打开 这个是防鸡的 怕鸡进来吃白菜 哦 ok 哇 这被鸡吃完了 来个大的 拿这个吧 我们只吃中间的吧 这个好一点 ok 回去 哎我的脚搞了好多泥巴 刮干净 来把他砍一下 我们只要中间的 中间的好吃点 外面冻坏了 这外面的就给那个狗吃 煮一下 中间的 洗一下这个水又冻上了 这么快冻上了这个水 哎呦 这个天然的水被洗一下就可以了 没什么污染的 不用热水了哎 随便洗一下算了 没事的 先拿进去就可以了 放在锅里面 搞锅里头 一个人简单一点 哈哈哈哈 你怎么拿开 来个说 把这个太太太长了 要切一下 我没切 白菜没事的 混了点 熟了我们吃饭了 你吃了奶奶 吃块瘦肉 吃块肉了奶奶 奶奶 奶奶吃个姜子 那边还有猪肝 拿猪肝给我吃 我喜欢吃猪肝 放人家里 放人家里 这猪肝 辣猪肝是这样的 好 好 好 你回去吧 好 够了 那我尴尬要不要 不要 我就吃白菜 啊 爽啊 哎呦我自己拿了 好好好 吃完一碗饭了 但肉没吃完 白菜吃完了 我来了又拿了一个过来 不要了吧 吃饱了 嗯 我保证你不得我洗就过了了 我先洗你给你先洗 我们吃饱了 现在给猫喂饭了 我们家的猫看一下哎呀 跑了 喵喵喵 别跑啊 过来吃饭 喵喵喵 来来来 喵 喵 现在给猫送点饭 也给它弄点糖 也给猫吃点肉 走 你又怎么在这不费呢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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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专门猫的碗 给它放这里 它是自己来吃的 喵 喵 来一叫它就来了 喵 快点吃饭 嗯 它有点怕我 因为我是僧人 我走开它就过来了 现在 吃完饭了 就只能带大家随便转转了 这一间房子 这一个房子原来是关猪关牛的 这下面的柴是有人生火做饭的啊 就随便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房子呢 因为现在没有养牛养猪了 很多人说要我把这个房子翻修一下 装修一下 就是翻新一下以后粉丝 过来 搞一些洗手间什么之类 也可以偶尔住几天也蛮新鲜的 我准备先把那个主房那个很大的 这个是小房 主房用来那个装修好之后 再把这里全部拆掉 重新建一个木制的 挖瓶 搞干净 木制的房子 二楼做咖啡 一楼就是做几个房间 给粉丝过来住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 以前养牛养猪的地方啊 现在都没养了 这是还有养鸡的 现在用来养鸡了 看一下 这里面有鸡 以前是养牛的 这边的话以前是养牛的 现在是堆堆炭了 我爸烧木炭的 这边是养猪的 全部用来装杂物了 看这里面是啥东西 以后如果不养鸡的话 就把它全部拆了 打不开我 应该是鸡吧 是鸡 看一下 以前都是养猪的 等云云过来了 这里还有多少个鸡啊 看一下 云云海后 小姐姐他们过来之后 很新鲜 苏咪 就把这些鸡杀了 给他们吃 嗯 这边就是 一个小棚 用来洗澡的地方 以前 现在的话不 还有很多 我们家很多这种 箱子 就是都上百年了 我们等下盘一下 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有没有值钱的 还是一些东西啊 可以送给粉丝 如果有 想要的话 现在我们洗澡的话 那边有 搞了一个 淋浴室啊 也有那个热水线什么的 就不在那里洗澡了 这边也有洗手间的 所以比较破 但是 还是什么都有 这中间的大房子就是两层 里面好多个房间 我们等下就盘一下 这边很多这种 古董啊 看看里面有什么 好吧 下个视频 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哇 好多这种箱子 都拿在这外面 淋雨都坏掉了 那这种箱子 放了几年了 日晒雨淋 它也不坏 什么情况 大家猜猜 等下我们就盘一下 就放在这里 日晒雨淋 它也不坏的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我们打开这些箱子 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宝贝 哇 这里还上了一个锁 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见